光照内部 黑袍男子目光 在微能大增的光照上扫了一眼 就黑黑一声冷笑 肥大的袍袖一抖 一阵清明之声发出 两道乌光从中一飞而出 竟是两口漆黑如墨的乌钩 长不过三尺 黑幽阴森 但是隐隐有一朵朵银花在体表 翻滚不定 看起来甚为神秘 不过这两口诡异无钩 并未直接攻向韩丽 而是在鸣声中 一下化为两道惊鸿 围着黑袍男子上下盘旋飞舞 一副不求有功 先求无过的样子 这让对面的韩丽眉头一皱 面上一丝亚索闪过 但下一刻 黑袍男子双袖中又是灵光一闪 又一对白光及时而出 这一下却是一对 长约持续的洁白短剑 寒光闪闪 带着一股奇寒之气 清明之声不绝 黑袍男子双袖甩动不停 一对银色飞刀又紧随其击事而出 韩丽目睹一对对诡异法宝 仿佛无穷劲般从对方身上接连飞出 眼角也不禁惊骇地跳动几下 清客间 三十六对七十二口截然不同的宝物 从黑袍男子袖中飞出 漫天飞舞之下 将小半虚空都遮掩在旗下 这些飞剑飞叉之类的宝物 要么寒光闪闪 要么诡异无声 仿佛每一口都有自己的灵性 都大有来历的样子 黑袍男子能一下同时操纵如此多的宝物 神念之强可称惊世骇俗 绝非普通修饰可比 韩丽心念急转也有些暗暗称奇 而就这片刻的功夫 黑袍男子一声狂笑 七十二件宝物一下化为了漫天光辖 势不可挡奔着韩丽席卷而来 韩丽见此情形 眉梢一条 袖子一挥 数十道青色小剑击射而出 一个闪动下化为七十二道青红 迎向了对面的光霞 一阵叮当的翠响接连发出 青色飞剑一下和诸多宝物撞击到了一起 并各不相让交织成了一团 虽然七十二件宝物或喷出团团黑气 或化为雷火电光 但是那些青色飞剑却在青光闪动中 若隐若现仿佛无形之体一般 在这些微能中安然无恙 反而仿佛灵蛇般的死死缠住这些宝物不放 丝毫没有落到下风的样子 黑袍男子见此略有些意外 接着催动这些宝物不停的变化微能 但显然并没有多少效果 仍然和七十二口青竹风云剑僵持不下 黑袍男子面色一下阴沉了下来 忽然深吸一口气 猛然一步向前 一手奔对面一把抓去 轰的一声 整个光照内的天地援起一阵激荡 接着无数黑丝在虚空显现而出 一颤之下就化为无数黑芒击视而出 黑芒所过之处整片虚空都为之一案 一闪之下就诡异地到了韩丽身前 来得好 韩丽神色不乱 反而口中一声低喝 单手往身前一抹 一片灰蒙蒙的光霞就凭空浮现而出 再一凝下 竟化为了一堵灰色光壁 暴雨般的黑芒一射入光壁中 纷纷一凝停滞在了其中 韩丽眉梢一跳 一只漆黑如墨的手掌 漠然按在了光壁上 只是灵光一闪 光壁中就一下灰光大盛起来 闷声响起 光壁中定住的黑丝 纷纷爆裂而开 化为道道黑烟 被光霞一卷不见了踪影 原刺神光 黑袍男子一见此景 瞳孔一缩 不禁虚声出口 但是下一刻 他面色凝重 肩头一抖 从背后一下冒出大片黑幽幽的雾气来 所有雾气一凝之下 竟在其头顶上形成了一口巨大无比的黑色巨剑 此剑前半截凝后仿若实质 后半截却朦朦胧胧 有些看不清 但巨剑只是剑间处微微一颤 就立刻有一团黑色光球凭空浮现而出 同时从中发出了滴滴的污名之声 黑袍男子两手凝重地冲空中巨剑一顶 顿时黑色光球一闪之下 立刻从剑间处击尸而出 开始只有拳头大小 但几颗闪动后就一下化为了直径障徐 仿佛一颗黑色巨石般冲含力狠狠杂趣 所过之处 虚空一阵扭曲模糊 竟带出一道淡黑色的光痕出来 这黑色的光球竟具有撕裂空间的可不微呢 更让人心惊的是 同样的黑色光球从巨剑上接二连三的射出 转眼间就有七八颗连成一串飞出 不愧为中期的修饰 果然是神通不凡 韩力见到此目不经反笑 他手臂一抬 洁白如玉的手掌从袖中一探而出 飞快地在胸前轻轻一碰 一声仿佛金属撞击般的巨响 一黑一青两座小山凭空顿时 应声在头顶上浮现而出 接着只是滴溜溜一转 又扑扑两声响起 一圈青色光环和一道黑色气圈 从山峰上一发而出 交织闪烁之下 进化为一道黑色的巨环 将含力护在了其中 这时 第一颗黑色光球一闪之下 就直接撞到了巨环上 一声巨响 青黑两色光芒一下爆裂而开 接着爆裂之处的虚空 一下仿佛塌陷般形成了一个黑色大洞出来 而随着第二颗第三颗等光球接连没入 黑洞瞬间狂涨十倍以上 几乎遍布整个石台上空 将含力连同整个巨环都一下淹没进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整个万灵台在这巨大黑洞的徐徐压下之势 都发出嘎吱的响声并开始剧烈晃动起来 在光照外目睹这一切的修饰 均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龙家老祖双手倒背 望着光照中的情形 脸上仍然丝毫表情没有 但若是细看之下 就可发现其目光略微有些闪动不定 似乎心中并不太平静的样子 那位叶家的羽衣少女 则眨了眨一对乌黑的眼球 竟有些老气横生的叹息不停 其他真灵世家的修饰 自然更是神情大不相同 小风仙子和萧长老 更是面色一下难看至极 好在那些七十二剑宝物纠缠的青色飞剑 仍然是上下飞舞不定 并没有丧失控制的样子 如此一来 说明韩丽还真未到 毫无还手之力的地步 让他们心中也能稍安一二 黑袍男子一连施法 从巨剑上激发出如此多黑色光球 显然也不是一件轻松之事 此刻他不但双目神光更是暗淡了许多 身上气息减弱之下 连额头上的那一道紫色疤痕 微微扭曲之下 都仿佛比先前大了几分 但就在他轻松一口气 一张口 喷出了一件蓝灿灿的大印 似乎打算再做最后一击之时 突然一声淡淡的声音 从黑色巨洞中悠悠传出 这就是灰兄最拿手的神通 若是如此也的确有趣 不过若是凭此手段 想击败在下 却还是不够的 话音刚落 从黑色巨洞中响起了刺耳之极的 坚明之声 接着黑洞中 轰隆隆一声巨响 一道七八丈长的银色池影 漠然黑光一分而开 接着清光一闪 一道人影就要从这里面一飞而出 黑袍男子这一下真的有些吃惊了 不加思索之下 顿时掐绝一催 银色大印顿时一晃 化为小山般巨大 直奔飞出的人影 迎头砸去 但是从黑洞中飞出的寒历 却轻笑一声 心念一动之下 头顶上盘旋的两座山峰 一座略一模糊 就在清光闪动中一下消失不见 另一座一晃之下 则通体黑色霞光闪动 一下化为了百余杖之巨 无数银色符纹从里面一涌而出 直接迎向了落下的蓝色大印 两件庞然大物 撞击到了一起 一开始竟无声无息 丝毫声响没有 下一刻 一层灰蒙蒙的气波 就在虚空中爆发而出 惊涛骇浪般地向四面八方 急卷而去 黑袍男子面色阴沉 袖子冲迎着气浪一挥之下 就将其轻易地一分而开 然后就双目一眯之下 仔细地打量对手两眼 可就在这时 忽然他面色一变 接着 破空声一响 一道无形剑气 擦着肩头一闪而过 其护体灵气无法抵挡分毫 若不是他反应够快 当场就被冻穿尖头而过 黑袍男子暗自心惊 正想着回手看看 那无形剑气到底是什么东西 却在其身旁 扑吹之声联响 片刻后就狂风暴雨 连成一气 男子大吃一惊 几乎想都不想 在原地一转 顿时一面黑色盾牌 一面金色古镜 同时从身上击尺而出 分别化为一层金色光幕 和一个乌光 护住了全身 与此同时 头顶上空的那口黑色巨剑 也瞬间地爆裂而开 化为一团黑雾 将其身形淹没其中 但马上无数神眼和肉眼 都无法看到的无形剑气 将纷纷地没入黑色雾气中 先是一阵扑扑的闷响声传来 但马上就变成了 金属碰撞的尖鸣之声 这时 突然黑雾上方的高空 青色光辖一卷 一座清蒙蒙的小山 一闪浮现而出 并飞快地转动不停 每转动一圈 就有一圈青色光辖飞卷而过 但是方一离开山体 霞光化为密密麻麻的无形剑气 没入虚空中不见了踪影 这时 韩力在原地身形一晃 几个闪动后就一下出现了 青色小山顶部 他单足一踩之下 稳稳地屹立在其上 并用淡淡的目光朝下方望去 下方黑色雾气在无数剑气洞穿之下 已经变得七零八落起来 眼看黑袍男子就再也无法藏身其中 可就在这刹那间 一道金色光柱从雾气中一喷而出 直接对准了空中的青色山峰 韩力见此 眉梢微微一挑 青色小山转动立刻为之一致 同时一层青霞反卷飞出 立刻化为一道晶莹的光盾 将小山扑到了其后 但也就是因此 霍空的剑气声一顿停了下来 而金色光柱和光盾方一接触的瞬间 盾牌为之一晃 而金色光柱一颤之下 小半溃散不见 大半则一缓后 竟按原路反弹而回 一闪即逝下 没入了黑雾中 轰隆隆的一声爆裂后 里面传出了黑袍男子惊怒的低吓之声 黑色雾气终于为之一散而开 黑袍男子被一团金光包裹的出现在了原处 猛一看似乎身上毫发未伤 但细看之下 就可发现 一只袖口上竟然多出几朵不起眼的血花 只有拇指大小出现在了黑色衣袖上 实在不起眼得很 可是出现在此地的一杆修饰 起码也是原因以上的存在 又怎么可能忽视到 黑袍男子袖子上的血迹 顿时一阵滴滴的嘶语声 立刻从台下传了过来 不少人都面露吃惊和诧异的表情 而风家两名合体初期的存在 互望一眼后 脸色有些难看 反倒是小风仙子和萧长老二人 不禁露出了惊喜之色 空中的韩丽并未再出手什么 只是踩着足下的青色小衫 望着下面的对手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 但是小山忽暗忽明 闪动着淡淡的清光 却随时都可再次化为无数剑气 向下方再次一照而去 黑袍男子突然抬起一条手臂 一只青色手掌从袖中一伸而出 表面血迹斑斑 赫然被用数个剑气伤到的细小孔洞来 灰道友神通也同样不凡 竟然能用肉身指也挡住太乙清光 恐怕道友此手掌的坚韧 绝不下普通的防御领报了 黑袍男子一声冷笑 手掌上的几个血孔在灵光一闪下 就诡异地弥合不见 与此同时 男子深吸一口气 提表一层黑霞闪过 肌肤上瞬间浮现出 无数黑色斑纹 这些斑纹在黑袍男子提表 游走不定 遍布四肢面孔全身之上 仿佛活的一般 远远看去 这男子一下化身成了妖魔 气息也一下变得无比诡异 汉利见此情形 也露出了一些感兴趣的表情 并且一手虚空一抓 一口银灿灿的短齿 一下在手中浮现而出 感兴趣的表情 感兴趣的表情